现在的情况我相信对香港非常不利, 有些人说习近平上星期三尾讲话, 林郑自己已出来插香港一刀, 因为她说给深圳电视台听, 她不介意深圳发展得快过香港, 好过香港,她现在出来自己解话, 说自己不是这样放弃或认输, 但事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深圳发展得很快, 当然深圳有些东西当然不及香港, 否则她追过香港全部早, 但林郑的态度给香港人尤其是给香港商界各方面 一个很差的味道, 而且因为她上星期要突然间, 真的很突然间决定取消施政报告, 在立法会然后去深圳, 但她怎样都否认, 说因为要去深圳所以要取消, 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事实摆出来, 就是因为就算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都说, 深圳一早邀请他们去, 因为这是四十周年庆典, 邀请梁君彦、邀请林郑或其他人不出奇, 但他们全部都推了, 梁君彦是推了, 因为她要主持立法会会议, 因为行政长官来读施政报告, 大家有理由相信林郑当时都推了, 但到最后几天突然间说习近平来, 你知习近平去哪, 她不会一早讲, 她是在最后有些人说她怕被人突击她, 可能她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才说她会到, 所以当习近平到时, 你说是否习近平或中央政府要林郑一定出席, 因为她都坐在台上, 或者林郑自己觉得自己无办法不出席, 怎样都好, 所以她就临急临望决定取消施政报告, 所以她都是星期一上午九点半 才告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听, 都是很急, 很明显她初初已说不去, 后来知道习近平主席来她要去, 所以撞了施政报告她便取消, 你撞了取消但又不认, 因为记者都问她, 是否因为你要去深圳习主席来要取消, 她说不是, 甚麽原因, 因为施政报告有些事要跟大陆谈, 大陆也肯谈, 不过现在都不知何时谈, 施政报告也不知何时出, 可能下个月尾, 很虚无缥缈, 还有如果你施政报告有些事涉及内地, 当然你当然要跟人谈, 不然你怎样做, 如果你知道是这样也未谈, 就算当习近平不来深圳, 你照样讲施政报告, 那施政报告会讲甚麽呢, 只是讲了有些提议, 但大陆都未曾覆, 那不就很肉酸, 所以整件事被人看上去好不是味道, 而且觉得他已经好像无什麽办法了, 所以变了蜡说我有些事提出, 希望内地配合, 所以现在安排跟部委开会, 开完会不知道行不行, 除非你很多东西给他, 你经常问人拿东西, 你以为人家一定配合, 习近平都无理由命令他 每个要配合来帮你香港, 尤其他现在都说深圳是引擎, 配合都配合深圳, 所以整件事被人看上去, 中央觉得不给你特区, 不理你,你要取消施政报告, 你要来就取消, 你自己无得交代, 你又经常来摊大手板, 好像那些行政长官那样, 好像曾荫权有一次走上去见温家宝, 温家宝说他要买了, 人家都很烦, 你来完又来, 经常来摊大手板, 如果你永远是一个城市, 只会跟东央摊大手板, 中央怎会觉得你很有用, 很帮得到呢, 所以有些商界说, 如果是这样, 以后如果有些人有些事想提出, 他不会跟他说, 为什麽呢, 就去跟北京说, 他都明知北京当他废, 你跟他说是怎麽呢, 不如直接说, 而北京自己也知道, 应该知道你做什麽说什麽, 是被香港人, 被国际社会看得到, 你是很尊重, 很重视这个特区行政长官, 亦或你完全不理他, 他不好感受, 全数关我什麽事, 如果你是这样对他, 那很多人都会跟, 如果你很重视他, 很多人都说97年那时, 董建华做行政长官, 中央说明叫中联办什麽, 全部都不准斗香港政府的, 不准斗政党的, 一粒声都不出, 全部都让他们自己搞, 一路越做越做, 那些人整日好像梁振英那些, 整日去求中联办帮他枯票, 各样做到这样, 人家都让你自己搞, 你自己搞到搞不定, 然后好像曾荫权, 整日去摊大手板问他拿东西, 行政长官不断问他拿, 其实你做得好, 你有些东西应该贡献给中央国家, 为何要整日摊大手板呢,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相信是很差, 将特区的地位, 你首先是自己贬低, 我不要紧,他爬了我头, 我们都没去那麽多人, 没去那麽多地, 一定让他爬, 如果你是这样, 一个势就很差, 很多人看上去都觉得, 跟他讲了浪气, 都不知他熬得多久, 中央都不看他, 你说看不看他, 其实无关我们没什麽紧要, 但最紧要香港, 我们香港是想有在一国两制之下有高度自治, 自己可以去发展, 现在好似全部都没了, 甚麽都要靠大陆, 这让给点我改向给点我才可以发展, 你说曾几何时, 怎会人怎会觉得香港会变成这样呢, 林郑月娥自己整下说话都不是第一次, 前后矛盾, 一说习近平关心环保, 然后又说我们香港应该去填海, 又说我们情况不同, 到处都不同, 但原则应该是这样, 要是大家尊重环保, 要是不尊重, 在香港是否不填海就无, 当然不是, 很多人都讲, 很多大地产商拿了很多地, 你说有些地都未必是大地产商, 总之有些地有很多工业在, 又说车又说这又说路, 但有很多地是农地, 他们收了, 等日后改变用途, 那些地不用搬什麽工业运作, 那些你都不收回, 很多事你可做, 你去与立法会大家讨论有个共识, 即是立法会支持你, 那你便去做, 你又不做, 他经常说要拿郊野公园, 拿什麽绿化地带, 那些是很多人反对, 甚至人家说要你拿回哥尔夫球场, 你都说出了三分, 现在都不拿, 很多事你又不听人讲, 好像曾药成最近都讲得好, 你又施政报告又说听意见, 听完差不多大部份都不接受, 年年复年年听, 听完自己拿自己的东西出来, 别人讲的一句都不入耳, 那你怎去管香港, 你又不听别人的意见, 但你拿出来的东西也很多人不接受, 当然你自己以为, 现在在立法会有几十票, 拿什麽来他们一定会投, 其实那班人很多都很憎你, 尤其商界都不知多少商界跟我讲, 憎到入心, 因为现在搞到香港经济状况那样, 他们很多真的在吐血, 很多埋了单倒了, 有很多会继续破产, 他怎会喜欢你, 不过即是无办法的情况下, 又免得再被北京打压, 你说叫人家去全民检测, 那百多万人检, 如果很多支持你, 都不会只百多万吧, 很多人是你们那边, 都不去检, 人家都不信, 所以最近医生都讲, 你别走出来, 还要逼我们劫病人去测试, 你影响我跟病人的关係, 因为病人来看我, 他就因为心有些事, 耳有些事, 我说你去检测, 病人说你怎麽逼我去, 他是你影响我们的关係, 还有医生更加说, 他说现在在香港, 群众那麽不相信政府情况下, 你还推这些东西出来, 最近林郑月娥就猛推, 他说要在大湾区给那些人投票, 当然你说在大湾区投票,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 他就觉得不是那麽贴身, 因为大佬你几百里, 他投票就投, 或者他多票投给保安党, 就不同我去看医生, 医生说你有些事, 我都逼你去检测, 市民就很反感, 我不喜欢检测, 为何要我检测, 但我希望市民都明白, 这情况他为何这麽急要推, 亦是保安党逼他推,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其实大部份市民在香港, 是对林郑月娥集团, 或对这班保安党是不信任, 是不喜欢的, 所以你说如果投票, 可能他们最多拿到一两成的票, 那就实输, 你无论区议会也好, 立法会选举, 所以就找些票来扣分下去, 希望可以赢, 但你无可能无端端 将香港投票选举法改转, 所以我都希望市民大家要关心, 即是你那些很切身的, 要逼你去做检测, 或者日日弄什麽健康码, 你喜欢给他弄, 你喜欢回大陆, 这是你的事, 但如果你要逼香港市民个个要去检测, 然后将DNA摆到健康码, 披露自己的私隐, 香港市民是不接受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小心去想想, 即是现在一直在发生的事, 所以林郑月娥大家以为现在经济那麽差, 你看国泰, 无端端又说要炒成六千人香港, 还有很多还会有来, 因为很多经济学家都讲, 政府又不再补贴, 但经济又不好, 所以是很多倒闭, 很多破产, 更多人会失业, 所以大家合力去做些事去帮, 不断推一些很争议性, 甚至是涉及市民的私隐, 或者市民觉得很抗拒的东西推出来, 然后在立法会又好, 在其他地方吵打大架, 你怎能帮香港呢, 所以其实你们亲共产党阵营, 大家都应该明白, 这样搞下去, 习近平这样对香港, 我相信内地官员都会跟, 你香港还怎样去发展呢?